两家谈钱不上感情 长总您好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到咱们公司 咱们公司能付给我多少薪酬 我们大概是3000到4000的这个起薪 就是说试用期转正以后的话 我们会增加15%到20% 谢谢 我觉得我刚才考虑的项目 做我的距离还是有点不太合适 因为各方面的问题 然后做我的行政来讲的话 我的工资达不到 王总给到你的工资 大概是2000块 那在这种情况下 苏鸿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的竞争力在哪 在他心里 因为我觉得说对于我留着这盏灯 就是因为我对他欣赏和喜欢 好 我如果来咱们公司工作的话 就是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东芝门 东环广场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坐地铁哪里都可以到 我们在中关村 在4号地铁口的 他那一块太堵了 而且就是一个电子商城的地方 没什么fashion的感觉 你怎么知道我在电子商城呢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你看 王勇你的攻击性又出来 不是不是 我是说不是 是他假设我们在电子商城 其实我们并不是 我在电子商城 没有 中关村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土的 我们在中关村的数码大厦 就是说我最好的写字楼梯 北京还有一个电视节目 就拍中关村走来走去的人 然后拍国贸附近走来走去的人 那个衣着一看对比相当上 你是在哪片活跃的 我在国贸附近 那 就你这样的人在国贸附近 你说你给我哪个随便土 大家说一说 姑娘 这现在就是一个选择 你是愿意坐在宝马车里 拿着自行车挣的这个钱呢 还是骑着自行车 拿着挣宝马的钱呢 你是指着我们哪一个是宝马 哪个是自行车 我不明白 你是什么意思 别摸我 可以帮王勇问一个问题吗 问苏总 基于王勇的英语能力 他自己认为他英语能力 不是最好 对不对 可能做你的秘书 或者是助理还是有点欠缺 因为我的秘书来讲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外事的 陪着我一起去参加外事的活动 你比如说去欧洲 去法国 去英国 去纽约时装周 这些东西都需要助理去陪同的 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影子一样 那如果他的性格不合适的话 就很麻烦 但如果不是 如果撇去那一方面的 只是做办公室的行政 有这个态恒 我不缺这样的人 对 我要补充一点 那个邵刚 我觉得你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偏见 我没有啊 这个我想说一下 我刚才都说你是品牌产业联盟了 我们是为中国所有的最时尚或者最有前途的自主品牌服务 我们只为中国品牌服务 但我们不为国外的品牌服务 王勇想补充的就是他也很时尚 我也这么认为的王总 真的 15秒钟的思考 王勇 然后告诉我们的选择是苏红还是王勇 我也不喜欢 王勇 王勇 所以我又想补充的